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追风 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要带大家去看墨西哥中部San Miguel de Ayande户外的房子 这两套房子真的是,我看了之后非常的心动 真的是冲动的要付订金的感觉 因为我本人是房地产投资人嘛 所以这些房子啊,数据啊,我是非常感兴趣的 所以在影片的最后呢,我会跟大家分析一下 看一下值不值得购买哦 这个楼盘位于San Miguel de Ayande市中心 开车约8到10分钟的位置 一共有5000个房子哦,还有apartments 今天呢,销售就带我们去看两个房型 我个人是挺喜欢这房子的外形的 它整个这颜色的风格啊,红,黄,蛋黄,白 这种风格呢,就和San Miguel de Ayande的那种 建筑风格的颜色是相辅相成的 第一个房型呢,是两房 房子一共呢,有三层楼 一楼呢,就是餐厅和客厅,厨房,还有加个小院子 有半个洗手间 整个房子的面积呢,是143平方米 占地是90平方米 这套房子呢,是全配的 就所有的厨房啊,这些橱柜都是包括的 10英时的台面,还做成了一个小吧台的用餐位置 也都是Gas stove,煤气的这种灶台 院子比较小,这里呢,有一个热水器 还有一个洗手台,可以在外面洗衣服 旁边呢,还有洗衣机和烘干机的位置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收看我的节目呢 我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 我移民到北美后的各种生活啊,感受啊 还有我是如何通过做房地产投资 达到财务自由的各种干货 如果您喜欢我今天的节目呢 就请您动一动手指给我点个赞哦 您的支持是我做节目最大的动力了 好,我们到二楼去看一下 这楼梯的瓷砖也是贴得别有新意哦 很符合当地的风格 二楼呢,有两个卧室 还有一个小的这样一个living area 或者是studio 这个卧室的面积还是可以的 这个是次卧 我们看一下卫生间 这个橱柜放衣服的位置 面积还可以 瓷砖呢,是这种蓝白色的 干干净净的感觉 这个是主卧了 主卧倒是不错哦 它还有个阳台 终于到了三楼了 我梦寐已久这个大露台真的很漂亮哦 面积很大 还带有一个卫生间 这露台上这个搭的 樱梁的架子是自带的 所以它也属于covered area 属于construction size之内 下面我们去看第二个房型 第二个房型的房子呢 它也是三层楼也是带露台 面积呢也差不多 也是14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 占地也是90平方米 唯一不同点呢 就是它这个房子 在一楼有一个房间 还带一个全浴的卫生间 带浴室的 就是说它的一楼多了这个房间呢 那么它的这个客厅的面积 就相对要小一点了 这个就是它自带的一个卫生间 带浴室的 由于当时呢 手机快没电了 所以呢 我们只能用一些照片 来呈现一下二楼啊 其实这二楼跟第一个房子呢 也是差不多的 当中有一个living area studio 旁边呢带两个房间 唯一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主卧 基本上就是没有阳台 就是一串窗啊 外面连放个椅子的位置也没有 阳台就基本上没了 大露台的面积呢 也是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地方呢 是它给我们看了 你们可以呢 自己放一个这种hot spot 因为有水管 热水管已经排好了 好了 两套房子都看好了 下面我来分析一下啊 我喜欢这两套房子什么 和我不喜欢这个房子的什么 我喜欢的呢 是一个是它的地理位置 它的location非常的好 它开车到 Sin Miguel de Allende的Santo呢 也只需要7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啊 另外呢 是在它800米之外 就有一个非常大的plaza 其中包括了shopping mall Liverpool还有Soriana Supermarket 所以呢 这些生活的便利是非常之好的 还有喜欢的呢 是它的面积 140平方米啊 在墨西哥的这类 这类价格的房子里面是属于比较大的 一般呢 也就在100到110之间了 还有一个我喜欢的呢 当然是它的大露台了 它这个露台的面积啊 也是很大的 而且上面呢 搭了一个架子 你可以在上面放一个这种spa啊 在上面洗个热水澡啊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之好 而且风景虽然不是最好 但也是可以看到一点山啊 另外一个我喜欢 当然是价格啦 它这个价格 你看一下 也就是2.2到2.35 million pesos 所以说这个价格算到美金 也就在11万呢 到12万之间呢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比较好 还有一点我喜欢的呢 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之好 所以很适合做Airbnb 因为你们看一下 在San Miguel de Aionde的市区啊 都是老房子啊 而且基本上是没有露台 带个露台 它这个价格也就非常之高了 很多现在的人 其实是喜欢新的房子的 老房子它的问题多啊 它的水管问题啊 或者住在市区比较嘈杂啊 而且那些heel爬上爬下 如果是有自己有车子啊 住在这边呢 坐Airbnb是非常好的 那就算是没车子 打个Uber到市区也就十来分钟 你觉得这个距离算远嘛 下面呢我再分析一下 我不喜欢的地方 我不喜欢的呢 一个就是它的这个Lots 非常的小 你看它的院子啊 基本上就是走出去 放一把椅子也就没了 这院子真的很小啊 而且它有大院子的那些房子 是属于前排的 但基本上等我要去买 估计就没有了 大部分的都是小院子 因为它的Lots size是统一的 还有一个不喜欢的呢 是因为它会有五年的建造时间 那就是说如果我是买了一排 后面的房子啊 那么就等于是后之后的 两两到五个月时间 基本上都是会非常的 就是construction going on 很多的就建筑的东西 肯定会有灰啊 大卡车开来开去啊 如果是做短租的话 估计这个客人会有意见 除非你把价格标的很低 全部说明好 不然的话这个comments 肯定会很差的 还有一点不喜欢的地方呢 是因为它会造那么多的新房 会有五千个房子造出来 那如果我这个房子 我买了几年之后 我要转手再卖 基本上你compete的都是新房 除非你把这个价格给做好 除非你那个房子的location 特别好 第一排有很好的view 不然的话就是很难脱手的 下面我来分析一下 这些关于钱的数据啊 我们怎么来看 根据我的调查呢 当地这个租金啊 在两房和三房 如果是不带家具的话 那就是600美金到700美金一个月啊 如果是带上家具了 那就是你再加一个100美金嘛 那就等于是700和800美金之间 如果我是做短租 Airbnb之类的 那我做了一下调查 它那个租金啊 一个晚上可以达到70美金到100美金啊 那主要是看你里面的这个家具啊 设备啊 你这个露台上面有没有一个spar啊 如果有的话你这个租金 daily租金可以再提高一点啊 就70到100美金之间 那唯一不好的地方呢 它在San Miguel de Ande这一块地区的occupancy rate 就是一个出租的比例啊 年度的比例 我看了一下是在35%左右 为什么呢 因为San Miguel de Ande这个地方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旅游地 当地人也是比较少的 那么如果是外来的人 不去租这个房子的话 空置期啊 那一般大家旅游的时候呢 可能是一些节日啊 或者是周末啊 你看周末也就算它星期四到星期天吧 住个两到三个晚上吧 所以你这样用全年的来看 也就是35%左右 但是呢 它这个daily rate 所以能拔高嘛 拔到70到100美金啊 它这个平均的 整个San Miguel de Ande 它这个平均的 一个晚上的租金呢 就可以达到超过100美金 150美金都有啊 所以从这个长远来看 短租还是做长租啊 有待思考 因为我现在不是住在那边啊 如果是短租的话 我还要去训练我这样一个team 一个清洁啊 一些管理啊 一些客服啊之类的 所以有一点点的不便了 然后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房子的cash on cash return 就是现金和现金的回报率是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算我买一个租金达到700的 那么一年也就8400 然后我除以这个房子的价格 加上这个closing cost 10% 那么就差不多12万6 那么这样画一下呢 除一下这个达出来的这个number呢 就是在6% 这基本上跟我看到的其他的墨西哥的房子 也就是差不多这样一个价格 因为作为一个外国人啊 即使是当地人买房 在墨西哥这边付了首付之后呢 它这个房贷的利息啊 基本上能达到9%以上啊 所以呢也是非常之高的 而且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credit啊之类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全款买 全款买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leverage不是最好 可以达到6%左右 基本上可以和这个inflation差不多持平了 然后好的地方呢 就是因为是新房啊 所以它这个maintainness啊 维修费啊之类的 肯定会比较少 而且当地的墨西哥的劳工的这个价格 也不是很高 跟美国比真的是非常之低了 而且它这个税 税是比较便宜 像这样的房子我就预估哦 根据我自己房子这个价格来预估一下 也就在四五百美金一年 HOA费呢是在1000pesso一个月 那就是50美金一个月 所以这个长期的这样看来呢 审时审心审利是有 但是唯一不好的呢 我也听说就是这边是tenant favor的一个country啊 也不光是states了 所以说如果是你的租客欠了这些租金呢 可能很难去赶 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没有做很深入的研究 只不过是道听途说啊 听说在墨西哥就这样一个情况啊 然后我看到这房子那么漂亮啊 我很喜欢它里面这些风格啊 颜色啊 这个大露台啊 Lisa Miguel Day Young Day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城市 想着想着就心动啊 然后就想 哎这能不能做一个就是一个vacation house啊 我周末的度假屋 所以每次我不用自己再找hotel AirBnB了 就住到自己房间嘛 那么其他时候自己不住 那么就租出去 做AirBnB短租出去 你们觉得这样怎么样呢 然后在之后的几天里面 那个销售的大姐姐也是一直在给我们发信息啊 他说第一排的房子还剩四个 你们要不要 因为第一排的房子呢 就是离那个construction side比较遥远了 跟他就基本上不搭界了 然后他那个院子比较大 他的院子呢 有大到30平方米的 就是比一般的才10嘛 他有30多 那么就等于是他一个平方米再多 说我5500美金还是5000美金的 就是这个价格上稍微多一点 但是就是一个potential啊 作为一个潜力的话是比较好 因为以后大多数的这个去的房子都是小院子嘛 如果你要出租也好 短租也好 如果要卖也好 可能是多一点value在里面 所以呢 我也是比较喜欢这样一个idea的 好了 你们都看好了 也听我分析好了 你们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要出手去买呢 还是说 Let's wait and see 就我觉得这个房子 谁看了这个价格都会很心动啊 因为我也听说有朋友就到 San Miguel Day 去看了一下房子 看着看着 然后就就付订金了嘛 嗯 就是说 我觉得作为一个投资人来说 不能冲动啊 就不能emotional 一定要非常好的分析一下 所以你们觉得怎么样 你们如果是我的话 你会做什么选择呢 是买还是不买 或者是做长租还是短租呢 给我留言啊 我非常想看看你们是怎么想的 好了 我今天带大家看房子和分析房子呢 就做到这里 Stay tuned 我还会带大家看更多的房子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